除了王牌王建民在经典赛中表现没话说 其实呢这次中华队已经打出历年来最好的成绩 所以总统夫妇呢今天宴请队员 倒是第一夫人周美清就向小球迷主动上前找恰恰握手 这更让之前被大家觉得有点瞎 没认出恰恰的江院长连忙道歉 率领官员亲自到一楼大厅迎接 中华队总教练谢长亨一走进来 马总统就主动上前握手致意 本来应该站在右边的总统 突然往左边移挡到了队长彭正敏前进的路线 这时候第一夫人周美清就像个小球迷般 又开心又焦急 本尊当前讲一话也赶紧为没能认出照片 向彭正敏致意 肯定中华队的表现总统支持时特别感谢他们 用棒球凝聚台湾的向心力 大家对于中华队的支持不分党派族群年龄地域性别 在那一刻我们看到了台湾人的团结 那种感觉真的很好 我们希望在经典赛所累积出来的热情跟热度 能够继续在这个职棒比赛过程中呈现出来 有电TV陈亚红李黄轩台北报道